成龙表演遭小武僧飞踹 下一秒他的表情 承包我全年笑点 成龙在国内娱乐圈来说 绝对是传奇级别的人物了吧 并且在给全球不断献出加篇后 大哥还成为了国内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的演员 成龙进入演艺圈以来48年间 一直都非常敬业 光是今年他都有四部电影即将上映 大哥这也太拼了 成龙不仅在电影上有成就 其实他还发行过多首歌曲 在进来国内风波不断时 日前成龙主动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 不愧是正能量的大哥呀 不过在演出过程中他却突然遭遇意外 当时成龙的身后有小武僧伴舞 大概是没有看清的缘故 后空翻的过程中不慎踹到大哥手臂 看起来非常危险